今天来聊聊MQ-9B无人机 美国国防邮报报道 美国空军已替台湾国防部 向加州的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 订购4架MQ-9B无人机 合约上限价格为2亿1760万美元 预计2025年完成合约工作 这起对外国的军备出售案 最早由美国国务院于2020年批准 MQ-9B空中卫士 Sky Guardian无人机的专长 是替军队提供持续不断的情报监视 与侦察服务 即使在恶劣天候下 这款无人机也能透过卫星 飞行40多小时 MQ-9B无人机还能更改设定 以支援电站或空中早期警报 以及执行反潜舰作战任务 华府替台湾取得4架MQ-9B无人机 被视为是针尖中国的一个有效方式 4架MQ-9B海上卫士 大型先进无人侦察机给台湾 其航程可达11100公里 远超过台湾现役无人机队的 300公里航程 估计整笔交易金额约6亿美元 MQ-9B海上卫士无人机 专是海上空域的长时间监控 以及攻击 航程超过1万公里 并且可搭配射程10公里左右的 地域火二型空地导弹 而MQ-9B将配备 具有海上搜索功能的 合成孔径雷达 以及一具探测距离更远的 地面搜索雷达 可搜集地面上的雷达 及其他电磁讯号 事实上MQ-9B海上 真搜型无人机 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相当畅销 采购国家包括英国 日本 法国及西班牙等国 台湾购买MQ-9B 有几项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台湾自身的 监控侦测能力大幅提升 由于每架MQ-9B续航能力 达49小时 四架MQ-9B足以让台湾 24小时无间断最少有一架 甚至两架在上空 监控台海周边海域 这样可大幅提升 台湾的监控侦察 及情报搜集能力 台湾所处的地理位置 非常关键 北边是宫谷海 来南边是巴士海来 并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 这些地方都是关键水道 如果利用这四架MQ-9B无人机 配合台湾 对所有周边水道 实施严密监控 解放军海军的一举移动 都会被台湾所侦测到 如果在海来中线巡行 大陆沿海的陆地部署 都会被侦测 这确实对解放军 带来的威胁不小 日后解放军海军 有任何调动 都会在台湾的监控之下 除了台湾自己之外 明显台湾购得MQ-9B之后 美国便会把台湾 纳入到亚太整体 情报网络体系之中 即铺路爪雷达之后 再次加强美台军事情报关系 把相关信息 源源不断送到美国情报中心 虽然美国卖给台湾的MQ 9B无人机 本来是可以配备 地狱火导弹 但以台湾的情况来说 并没有武器配备 各位网友 你觉得这个武器 对台湾有用吗 这一集影片到此为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